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东西是小玲非常心仪的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些什么吧 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这三个毛茸茸的小可爱喽 他们是Hello Kitty 面包超人 还有蛋黄哥 其实在国内也可以买到对不对 但是再次去日本 我觉得面包超人国内不太好买 因为我走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买到过 就是正版的面包超人 所以这一次专门去买了面包超人小玩偶 我觉得面包超人真的好可爱喽 跟我讲的像不像 小玲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的就是Hello Kitty了 我相信非常多的小女孩小时候都很喜欢对不对 可爱吧 然后呢就是这一根抱着肉肠的大黄哥了 大家觉得崩吧 接下来这一组呢 就是小玲非常喜欢逛的文具店里面找到的了 然后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跟我来猜一猜 这些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小玲发现他们之后觉得好神奇啊 好首先是第一个 熊熊先给大家看一下背面 我要把它的用途遮住 给大家看一下前面 看大家猜不猜得到它是干嘛的 从这个封面是看不出来里面是什么的哦 所以现在呢我就要打开了 看一下小玲娜买到的是哪一个呢 蛋黄哥 大家可以看我真的是那种小小的蛋黄哥的连帽衫 好可爱啊天哪 也太可爱了吧快看 那大家呢有猜到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吗 现在呢小玲就来给它演示用途 什么给矿泉水瓶穿衣服吗 好现在呢我们的矿泉水瓶的上半身就已经穿好衣服了 然后它的帽衫把瓶口再盖住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好接下来一个就是 就把小雨伞了 现在把这个雨伞撑开 好小好可爱啊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吸盘对不对 可以吸到手机壳上面 然后手机雨伞就形成了 好可爱对不对 好下面一个呢 这个呢纯粹就是为了可爱才买的了 因为呢非常喜欢朱迪朱迪 朱迪这只小兔子 枯黄动物城对不对 然后呢按这个 它的头盔拽哦 好可爱 下面一个呢是白雪公主口香汤 然后这个呢应该不算特别神奇 不过呢小玲就是喜欢这些幼稚的东西 所以都买了 哦我现在已经拆开了 我发现这个不是口香汤 我说错了是薄荷糖 我先吃一个 嗯好吃 然后呢把它装进去 要竖着一颗一颗的 这样就装好了 然后呢放进去 然后我想要吃薄荷糖的时候 我就摇一下白雪公主的身体 你看看就从这里出来了 接下来有两个东西要让大家来擦一下是什么 这两个居然是 居然是居然是橡皮擦 这个呢是一碗寿司 这个呢居然真的是乐高橡皮擦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做的太精细了 所以我就买了 最后这一个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是不是都知道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不算是特别神奇 但是就是因为又是Haru Kitty 所以又把我蒙住了 那小妮还是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储物柜 这边呢有开关 这个要装电池的 电池呢已经装进去了 然后打开开关 我们把100块钱呢放在这个上面 再按一下 我的100块硬币 就被Haru Kitty偷走了对不对 接下来呢对于小妮来说最重要的要来了就是 吃的 好了那今天呢小妮准备了这三个零食跟大家分享 这两个是我连味道都没有尝过的 只是看着这个包装觉得特别想吃 就是有购买的欲望 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然后这两个呢是我莫名去买的 就是我早就听说这个果冻非常好吃了 但是我听说它是有助于消化的 就是不能多吃 之前我吃到的一些果冻是它的比较细 就很细 就你吃进去就它就有点碎掉的感觉 这个不是 就它是一整个 然后你如果不细嚼的话是一整个会吞下去的那种 哇 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我没有受任何的推荐 然后就是走到店里去看到好看就直接买了 我就是完全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 是什么味道的 感觉就是我做的那个草莓大福外面的那个感觉 发给看 就一个小小的草莓大福 我现在要来吃一口了 嗯 哇 大家猜外面那个白色的是什么 我以为真的是外面是糯米糕 结果外面是白色的巧克力 不过也很好吃 因为是白巧克力嘛 所以它外面是硬的 我本来以为是长这个样子像草莓大福 外面是软的那种糕 然后里面就是草莓粉 我觉得细细的 然后有草莓的香味 最后一个呢就是让我欲罢不能的蛋黄哥 所以打开看看吧 到底里面是什么呢 又是不是一次冲动的购物呢 哇 饼干 蛋黄哥的小饼干 上面还硬有蛋黄哥的样子哦 果然 超出我的想象 它不是那种外面硬硬的 里面软软的 而是外面软软的 里面 更软 因为里面呢 有一层那个软糖在里面 有点像老婆饼的那个构造 非常的软 就是它也是那种入口就会化掉的 外面和里面都很软的那种 而里面的这个糖可以 就你这样含一含它就化掉的那种 好了 今天呢 小饼就给大家呢分享了从东京带回来的 好玩的小东西 怎么样 大家看它有趣吗 喜欢我的视频千万不要忘了 订阅我们哦 扫描下方二维码呢 还可以关注小饼玩具微博 然后可以看到更多饼可家族的日常 还可以看到这一位的日常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 可可果然呢 还是有眼光 喜欢镜头